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年无名的小编琪琪 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带大家来看一下国美版画系的毕业展 在看展之前小编认真地看了一下这个系的展览说明 上面写着 版画一直是现在的媒介 传承与创新 中方与西方 艺术与生活 再次交织 看完展览之后 小编也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 这次看展的时候 小编也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展厅的入口有一个毕业生的作品 这个作品是用动画的表现手法 小编看着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而 当小编准备看作者简介的时候 发现旁边竟然挂了一面锦琪 上面居然写着天才学长四个大字 而且宋锦琪的还不是一个人 是版画司工的妹妹们 说实在的 小编看了这么多展览 宋锦琪的 这还真是头一次遇到 感觉比宋鲜花的力度强多了 不愧是版画系的人才 成功的帮你们学长吸引了一波流量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作品确实做得还可以 尤其是转场 有点出人意料 又充满了趣味感 而且动画作品 从工作量上 其实就说明了 作者在对待毕业创作 还是蛮认真的 作品的完成度也比较高 这个作品还是这届毕业展中的 银奖作品 大家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版画系的展览里 会有动画作品 其实不仅是版画系 其他系里也会有动画作品 之前小编拍的 公共空间艺术毕业展览 也有动画视频类的作品 小编至今还记得 一个非常经验的版画系的毕业作品 也是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的 那个作品呢 是央美2014年版画系研究生 耿雪的作品 名叫《海公子》 作品呢 是根据聊斋改编的 材料也很特殊 是用瓷器做的 喜欢实验动画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作品哦 另外顺便说一下 耿雪当时的研究生导师呢 是徐斌 徐斌老师呢 也做过一部实验动画 叫做《汉字的性格》 也挺不错的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顺带搜一下哦 从私心上讲啊 小编觉得版画系 还是蛮容易出人才的 当然了 这并不是说 其他细节不出人才 只是从某种印象的层面上来讲 版画是一种 在形式语言上 运用的最溜的 纯艺术类科目 表达性很强 当然了 这么说呢 是有一些夸张的成分的 另外呢 从视觉层面上来讲 小编个人觉得 版画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科系 也是一个将纯艺术 和视觉传达结合的 很好的科系 学习平面设计的朋友 如果遇到版画展览 你肯定会从中得到一些 很有意思的想法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这些毕业生的作品吧 大家多看几张作品呢 其实会发现 这些作品大部分 都运用了很明显的符号语言 有些符号呢 是具象的 有些符号呢 是抽象的 而且仔细观看的话 大家或多或少 都能从中读到一些潜在的含义 有的是个人情感方面 有的是社会冲突方面 有的是图腾 有的是暗喻 也有纯粹是趣味玩乐 等等 我们抛开版画的版种和技法 会发现 每一个作品都有很鲜明性格 有的是愤青 有的是冷静 有的是甜淡 有的是佛系 有乖章的 有激进的 有可爱的 也有含蓄的 等等等等 反正给小编的感觉是 我好像能捕捉到 作者想法的一些蛛丝马迹 听完小编以上的评论 大家是不是觉得 有点同感呢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小编希望 大家先把这份同感 保留到脑后 然后开始进行你自己的思考 因为对于屏幕前的你来说 你的真实感受 才是独属于你的 别人说什么 也只是一个参考 其实与你而言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如果大家对版画 不是很熟悉 那么希望大家在 看完展览之后呢 摆刻一下 版画这个名词 相信你会有更多 有意思的收获 甚至有些 是会让你意想不到的发现 也希望大家在看完 这个展览之后呢 如果有其他角度的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哟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下期见哟